日本在没有同周边国家充分协商的情况下 单方面启动辅导核污染水排海 向全世界转嫁风险 这种做法违背自身承诺 极其不负责任 也不符合国际法和邻国相处之道 中方对此一贯坚决反对 并向日方多次表明严正关切 包括中方在内的各国 采取相应的防范和应对措施 维护食品安全和民众健康 是完全正当合理必要的 中日双方就辅导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保持着磋商 我想强调的是在排海问题上 日方越是透明开放 越有助于缓解国际社会的忧虑 中方再次敦促日方 认真回应国内外关切 切实履行自身责任和义务 全面配合建立周边邻国等利益攸关方 实质参与独立有效的 长期国际监测安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